有请下一位 左点续男人32岁湖南人 湖南理工学院本科 鼓舞工程专业 大家好 我是一名来自湖南岳阳的装修人 大家可以叫我姐莫 姐莫说装修真话 就是我在自媒体平台上面的名字 然后呢我的视频的内容 主要包含装修套路的曝光 以及教会我的粉丝 如何正确地面对装修这件事情 同时工地的现场管理 也是我的工作 至今为止 我已经帮助全国各地 一千多位粉丝 深度地避免了装修套路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我是想用自己现在做的事情 就是倡导良心装修 这也是我的梦想 今天来这里 我来圆梦了 谢谢大家 倡导良老师 你好 这个求职者的面试非常明确 就是面试自媒体的科普和打假类 现在在网上类似于像化妆品 和珠宝等等自媒体当中 出现了一类 大家特别喜欢的号 就是这种所谓的学术派 这个打假派和数据派 对吧 这个你是奔着肚子溅来的呀 杜老师然后 吴总那边应该也是相关的吧 对 但是他们专门打造号和这个孵化IP的能力 跟肚子剑比起来欠缺一点 你今天就是奔着这一个目的来 别的不考虑吧 别的不考虑 好的 那跟我们说说吧 那我们也开开眼 举一个例子 就是被坑得特别厉害的一个客户 因为你而避了这个坑 挽回了多少损失 我们可以看一个视频 有粉丝在是不会下装修公司 让姐莫陪她一起去考察 那还说什么呢 桂林 出发 在我身边的这位就是咱们桂林的粉丝都有 然后呢我们经过千辛万苦终于谈好了 开不开心 开心 感谢姐莫老师 好 加油 她是真的不会拍啊 内容是好的 你是真不会拍啊 你这次视频拍成这样 那有播放量才怪呢 你有多少播放量啊 目前粉丝七万八 你要是用专业的手法 把内容的排布 再按观众的审美习惯和点 来重新的策划一下 你这播放量最起码一个要破一百万 不会的 你是真不会拍 而且也不会写稿子 是吧 她玩死了一个号 现在已经停更了三个多月了 您怎么说 我了解你 谢谢 那你帮她避坑这个的话 你能帮她到底避掉多少钱 我觉得可能有个量化的 会比较直观一些 就刚刚那个视频里面去桂林 她的全包套餐是 七百八十八块钱一个平方 她的房子面积是一百零四个平方 算下来呢 八万块钱不到 对吧 然后呢 经过我给她看预算表 找漏洞分析 然后呢 把客户的一些 其他的一些需求 融入到里面之后呢 最后算出来需要二十万块钱 然而假如我不到桂林去的话 也许她就签了那一家公司 真的以八万块钱去签 开工之后呢 慢慢加慢慢加 其实二十万是超过了 她的预算值的 那么往后面走呢 其实我们发现 桂林当地的全包啊 她都要这么多钱 实际上她是一个 超过了一个市场行情价的 说白了 她最大的优势 是在于她的专业和对行业的了解 和一些实际案例的一些经验 这是她最强势的一点 其他的东西 拍摄流量 那都是你们的事 她今天就是来找帮手来的 对对对 我是来找帮手的 那你今天来 是带这个号来呢 还是带这个人来呢 人跟号一起走 那这个号属于公司 还属于你呢 这个可以签协议 我如果在一家公司入职的话 这个号就是 真要属于公司 我举个例子啊 假设比如说 合同签约三年 比如三年之内 我离职的话 这个号 那应该站在老板的角度 应该就是归个公司所有 可以谈 可以谈 个别占百分之多少 但我们这里是求职啊 这里有这么样一个规矩 我把专业度给大家讲一下啊 就可能 如果是你自有的号 我们跟你有一个 就三期比的这个签约 但是一般的公司不选择这个 就你的号你继续养你的 我们公司有专门打数的 属于自己公司的号 我们用手机 我们用号 交给你来做 你离开了 这个产权属于公司 不属于你个人 这个就不形成争议 最好是公司自有号 这样子对这样的 能形成KOO的人 就有一个约束和管制 他这个合同也比较清晰 不然的话产权就不明信 所以其实你到底是来 签一家公司的 还是来求职的 与我自身的这样的一个理念 就是个人的一个发展规划 与这个公司去相融合 那你就是签约吧 对签约 你在我这里顶多能做到 户外主播这个身份 但是钱是基础型加提成的 这个模式 你要就行资多少 湖南长沙地区的话 一万家 来第一轮选择需货来用 还有三盏灯 来 天生唯有财 天生唯有财准备了什么 准备了一个小小的一个互动 我们现场来模拟一下 现在绝大部分的 会玩一些套路的装修公司 他们会怎么去做 然后看看大家听完这些之后 是否会动心下定 然后开始了 各位老板 大家好 今天是我们公司 十周年的电庆 我们联合了 见解传媒一起娱乐您的生活 价值一万块钱的 见解传媒旗下直播带进券 只要是见解传媒旗下的主播 进行直播带货时 这一万块钱的带进券 都可以免费地送给您 与此同时 我们还与58同城的58到家深度合作 完工后 开荒保洁服务免费送 同时入住之后 还免费赠送您两次 家政卫生的服务 我们公司还联合了 黑洞资本旗下的 哈奇智能 一起为您的爱家实现 智能化价值两万元的智能家居免费送 我们现场还有杂金蛋的活动 三等奖价值万元的美在当下 形象优化服务 时装搭配发型设计 您想要的形象优化 全部都有二等奖 价值两万元的六人游 私人定制全球旅游服务 只要飞机能到的地方 全球隔离随您选 最后终极大奖来了 价值三万元的金灵树家居 免费带回家 拥有金灵树 您就可以为自己代言了 好 这个呢 刚刚给大家演示的就是 就看他们会不会签单是吧 对 各位老板能不能举个手 比较感兴趣就是 当我们所有都满意了 然后还做了这么多优惠的活动 对吧 哪位老板第一次装修 遇到了这样的活动会交钱的 我是不会 不会交的 说太多了 反正一点就没打动我 他这种线下会有人交钱的 因为这个线下基本上 线下会销基本上是这个套路 这还是他不懂媒体 你知道吗 你在这做这个互动 他们显然是不会的 因为你刺激不到他们 这些品牌 对于线下的那些观众来说 它是有诱惑力的 你这只能作为一个展示 我们很感谢 在你这个展示过程当中 他对于这些公司的品牌 是有基础了解的 对不起 我打断一下 你展示这个目的 可能要体现你的专业性 但是这一趴其实不是重点 我觉得我们可以接下来 聊一聊你转型的问题 那坦真的讲 我觉得你现在转型 是接触一个新的媒体 接触一个新的形式 你如果把工资定这么高 其实是阻碍了你的转型 你的专业度是有 但是在转型的过程中 你要去降低你的预期 这样才能顺利 要调整吗 以外 不调整 来 我们来看看职场情商课堂 在职场中 为什么很多人经常嘴里喊着辞职 事后仍然在继续工作 我觉得这部分人可能是 还是自身的一个能力的问题吧 比如说他的能力 还没有达到那一步 但是他想要更高的一个薪酬 但是他又找不到更好的工作 难以释发 对 难以释发 来 两位 这个题很简单 回答OK 但其实通过这个题 我反倒想 就是提高一个问题 如果说有一个你的朋友 到你面前来叨叨这个事 说我们公司不好 但是说了N多次 可能说了两年 他没有离职 你会对他讲什么 我如果他反复地讲的话 我会直接建议他 换一下公司 你知道为什么我问你这个问题吗 是因为当一个问题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 如果第一次我们不能解决 OK 没问题 我们能力不够 第二次 第三次 总有办法解决 可是一个人反反复复站在你面前来说一个 他根本没有正式的问题的时候 这就是他自身很大的问题 而我们作为旁观者来面对这个人的时候 其实你给到的意见和建议 在他那儿不重要了 你要做一个决定 你早就行动了 没有必要跑来我面前讲 可以说这个题就印证了你的性格当中 有一东西就是 你有欲情故重的成分 在那里面 又想脏 又想收 但是你有哪里不准的尺度 你感觉到了吗 我说你服吗 这话 服 春雨老师 作为一个专业的人力资源专家 老师问别人服不服 这是不是特别不专业 我觉得好江湖啊 需要别人肯定 一切都是正常的 我来回忆一下这个佳哥的话吧 我觉得这个问题背后的原理很简单 就是你一直想要做 一直没有做 那就不是你想要的 就是这么简单 这个问题回到你身上 你一直想要去流量之类的 这个东西 你想要吗 想要今天跟你说 没有钱 没有底薪 你干不干 来了 两年你能学到东西 你说不行 我一定要拿一万块钱 那个东西 什么是你想要的 这个是你转型之间 必须要明白的 因为很多人转型 最重要的并不是说赚钱 钱只是一个保障 最重要的这个东西 是不是你想要的 你肯为它付出多少 我觉得三十而立 在这个年纪 我们这个要想明白 对 其实那个淳宇看到的 这个背后的本质啊 你可以用春雨换掉流浆 对 对 来吧 三位亮灯的 对他还有什么问题 我问两个话题 第一个 你有小店 你有三个商品 其中有个商品是销量二十单 其余的都是零 这个是后台数据 还是前端数据 这个是抖音小店的一个链接产生的 都是你卖的吗 这二十单 二十单是的 全是你卖的 那就是前端数据 他能带货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 你过一百万的作品有几个 过一百万的作品应该有十个左右吧 你后台警告了多少次 或者是你擅长不成功 不通过的那个 有多少次 一次 第二轮选择去货磊 老杜还是愿意要你 还有一盏灯 直接进入谈前不上感情 各种IP打架 也就是户外主播 然后底线八千 提成私下的台 工作地点 上海 上海 来考虑一下 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谢谢杜老师 谢谢再见是吧 好 可以了 他心里的想法呢 一定是 我现在自个儿做一个月 都有一万一万 是吧 你是这样想的吧 不是 那你怎么想的呢 因为杜老师那边 可能是以 多数是以直播带货为主吧 不一定直播带货 你又没问清楚 他也拍短视频啊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关注了有一个叫 讲专修的曾哥 河北世家专的 就是我的学生 你这一次鞠躬 是很遗憾的 你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对 这个是 今天到底来想要的是什么 其实我要的 其实很简单 因为我自己做 这个自媒体的目的 就是看到了 行业的一个乱象 然后呢 想要通过 跟客户的对接 去逐渐的去倒闭 这个装修公司呢 去良性的一个循环 那如果是行业为主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呢 你明明知道 见解传媒 就是做商业化变现的 知道吗 其实说句实在话 敢说真话的人 肯定会能够得到 社会应有的报答 但势必 你的商业化变现 就不可能做 你不可能又做 发令员 你又做裁判员 对 行我们别的不多说了 今天会长沙吧 对 是吧 几点钟的推机 九点多的火车 坐火车 睡一觉嘛 一趟也不容易啊 如果再想来找老杜 给他留个联系方式 也许可以远程指导 好的 谢谢你 再见 谢谢杜老师 今天对于自己的表现 只能打40分吧 一来呢 没有展现出 自己的一个专业性 很多包括帮助粉丝 地坑 然后呢 可能在座的老板 以及人力资源专家 对我这件事情 是有很大的误会 所以呢 还是有点不开心的 对我这件事情